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昨天李家超宣讀了上任之陷第一份施政報告 下午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招待會 內容當然要解話和提問 李家超說 施政報告之中指示財政司 成立全新的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這個舉動是破格的一步 成立的理念是香港 希望發展全面高端高增值的產業 這個被譽為 香港的淡馬石 究竟 他們想著是怎樣 心目中的淡馬石是怎樣 而做出來的效果也是怎樣 大家都可以可想而知 一群不認識的人 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的一群狗奴才 讓他們拿著300億出來 可以搞不搞到淡馬石呢 當然告訴你 是一定不行 最終 發展出來的結果 只有兩個 一 就是 不敢投資 當然有創新企業想去申請 叫他們投資的時候 他們當然左批又批不行 你的東西很冥亡 盼著他們 做狗官的經驗 去判斷人家 會不會做生意 這個又說不行 那樣又說不行 好了 想到甚麼做到生意 還沒吃車 這些他可能就會批 結果 他們批出的款項 肯定會失去 而他們拒絕的款項 肯定會送給其他地方 當年大疆無人機 在香港得不到任何的支持 所以就去了深圳 深圳找到客人 投資肯給錢出錢 結果 大疆無人機 一炮而空 這個是真實的香港故事 好了 不僅如此 我們會看到 接下來 這個香港淡馬石 其實我送他一個 語言 他們會成功三分一 淡馬石 他們會成功了第一個字 淡 什麼都是淡 總之每一件事都不會發生好事 只有淡 不會是淡馬石 只會是淡 我們講講李家超 他說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是在搶企業搶人才的情況下成立的 可以跟其他投資政策 相互相成 為香港招攬有潛質的企業 帶動香港發展 他指出有些企業家離港 希望可以吸引更加多人投資 如果特區政府投資這個企業 他們獲得投資的機會就高很多了 有助吸引外地的企業來港融資 起了一個雙負雙成的作用 這個更糟糕 你政府的眼光看任何東西 基本上我可以 百分百說 全部是錯的 別一樣是對的 你們認為值得投資的企業 一定是老千項目 一定是 全部都是假的 只有假東西才能騙得過你們 真的東西 你們一定有很多東西要挑剔的 因為 每逢所有危險的東西 其實找人投資之前 通常有很多缺點 每一樣會成功的企業是充滿缺點的 沒有一樣是天衣無逢 但是要過到你們的審批 一定是天衣無逢的騙局才可以 所以 每逢 向政府機構申請 撥款 全部都是老千 包括很多民建聯旗下的公司 包括一些IPOA 小學生產 或者設計出來的 那些情色 就在想政府撥款 外面有機會成功的 全部過不了政府 因為 他會挑剔裡面一兩百個權點出來 可以隨時找得到 一定是大把問題的 結果 投資到下去的全部都是垃圾 好了 我們再講講 最重要的 這個投資 這個叫做淡馬石的功用 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康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大家都明白了 最近受到Youtube的打壓 幾個月就來一次 這次又沒有了四分一個收入 四分一個月的收入 所以 就跟大家 說說 經濟好的朋友 幫我們共渡時間 當然經濟不許可的 也沒有甚麼所謂的 我們有講了兩年多的免費模式 大家無限的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 share我們的節目 還有 多點留言 這個也有幫助 李家超強調 政府會謹慎選擇企業 怎麼謹慎呢 當然是 報上來的Pan要無懈可擊 要天衣無縫 要說到可以送人上去冥王星等等 不是 不是這樣的要求 基本上都拿不到政府分定 多少錢 五千萬就可以了 五千萬就可以送人去冥王星 什麼時候回來呢 兩天後 快去日本 你聽也知道是夠說的 但是 這樣才可以拿很多政府錢的 如果不是 你告訴我 不是吧 火星 要兩年喔 回來又要兩年喔 這樣我怎麼批錢給你呀 有錢是死你啦 你怎麼做生意呀 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局等資深人士會協助作出決定 你請甚麼人回來幫你決定生意呀 如果他懂得做這些生意 他也不用在那裏收你政府的工資啦 但是最終決定權 主導權在政府 由財政施施決定 這更嚴重 陳岡波做甚麼的 他跳灰呀 他以前為了一毛錢就去走粉呀 可以成立香港金生局 經濟特區就行 賣白粉 最好賺人了 政府投入300億 我告訴你 白粉買到300萬億也行 白粉買到300萬億也行 以確保每個投資決定 對香港整體有利益 同時李家超說 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會提供一個資訊 特別是哪些企業有潛質 對香港最有利 他說 在這些有潛質的企業來港 同時會帶領很多人才 形成一個招來效益 起了一個宣傳作用 對香港整體發展有利 對香港的投資 簡簡單單 幾行已經告訴他 暴露了他的那種無知 市場上 那些天使基金 或者那些 天使基金投資一大筆錢 那些有希望企業 他們可能投資100家 又有一家會中 問題就是 我認為香港政府這些奴才 他們到時就會篩選一些他們認為有機會的 就將一些 真正有機會成功的企業全部排除在外 專門解釋一些假大空 做假章 全部吹到天花龍鳳的東西 他們一定會順散十足 那些就會拿到政府的錢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拿來投資呢 我覺得是未必的 因為這班人 300億 最終可能會演變成另外一件事 就是拿些錢幫大陸填 例如恆大 碧桂園等等 可能會投資債券幫人填 幫人填首尾 300億 到時都買完了 虧了 不要緊 他們會做假象 就跟政府說 我們現在很成功啊 我們企業的錢都投資出去 現在 會得到很豐厚的回報 政府加碼 注資多600億 好 注資多600億 600億也不夠 600億不如弄到6千億來吧 反正你也有錢 這筆錢很快回門 很容易中 很容易買餐菜 結果 政府的庫房的錢就被他們漏走了 這個 嚴格來說 是一支吹來的 這支吹來的 吹入香港政府的喉嚨 好像龜珍堂裏面那隻熊 不斷抽取他的膽子汁 今天產生的膽子汁 明天又抽走 那麼究竟香港會不會搞成這樣呢 我覺得 很大機會會 說回新加坡的淡馬錫 其實淡馬錫 投資很多不同的公司 有高科技的 有低科技的 有銀行股 甚至乎 有買香港的商場 太古旗下當時的尤一誠 就是淡馬錫買了 也投資香港的屈臣市 屈臣市買了24.95% 拿著四百多億 現金去收購 也有買過甚麼呢 中國銀行 太平洋保險 上海醫藥 工商 中信資源 建行等等的股份 也有買泰國的集團 印尼的銀行 這些東西 當然是新加坡有一個策略性的 投資 尤其是買引尼的 野米 泰國的東西 他們也持有巴克內銀行 因為英國是2.1%的股份 也持有10%的股份 也持有10%的股份 好了 香港政府 他做不做得到這件事呢 可不可以有這樣的投資眼光呢 這件事我不敢說 以往 他的首席執行長 叫做何晶 何晶就是李顯龍的老婆 家族生意 因為新加坡 李家就當了他是他家人的生意 他當然會看著 每樣東西都親懷 而且 哪一個真是對新加坡好 他才會去投資 跟香港政府這班高官是不同的 這班高官是受薪的 也會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但是 人家真的是為新加坡 你們就是為自己的荷包著想 這宗投資筍啊 我有批漂亮的牛肉來了 那好吧 我就幫你買一點 那有多少回勇啊 第一時間就想回勇了 這樣怎麼會有好運行的 是不是 十批街收場的 到時就幫大陸收拾首尾 買一些輝山語鹽 買一些瑞幸咖啡 買一大堆垃圾 最終就是這樣 新加坡 新加坡大馬社以前的回報率是很高的 當然在03年前 每年平均的回報率是18% 香港金融局呢 在03年前那些 每年都是少少 少得可憐 每次買股票都會輸得慘了 只是靠買債券賺回來 這樣的投資往職 你們吃屎啦 一班垃圾 完全都不懂得金融 甚至乎是大戶打手 好像任志剛那樣的 港股跌到最低點 10676 出篇文章 叫大家金融海嘯第二波 大家不要心急罵底呀 因為我們老闆要罵 就是這樣的 掌管香港金融 哪有運行的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Discount